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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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行 不应不应还需认 美國Google旗下影片分享网站YouTube 对他们平台发布的影片 充斥海量色情 暴力及血腥影片 从未收敛 东方传媒机构就有关问题 多次向当局检举和投诉 正是继3月 曾五次致行警务处及电影报刊及物品管理办事处 要求严证处理 其中在3月15日 也即是东方第7度检举的影片中 一条涉及色情及血腥暴力的音乐影片 被淫审处评为暂定类第三类别 括弧淫舌物品 也是淫审处评拿跑片是一级 东方越揭得多 政府越ignore之后终于还石点头 评出一条三级检举片 我们记者昨天浏览上述人片 发现该片已经无法播放 画面显示这项内容被政府提出法律申诉 因此无法在你的国家 地区网络中播放的信息 即是已经下架 东方贫富当局中认 慢就肯定是慢了几拍了 叫做迟到好过没到这样 问题是damage is done 相关影片四年前发布 至今已录得超过一千一百万观看 而相关平台亦有多达二十八万订阅者 假设当中两成是青少年 而其中有百分之一的人 看完腎上线数标升 继而行差踏错都已经荼毒两万人 认真不说得笑 更大的问题是 今次被评为三级音乐影片 没错是意识不良兼惹人生厌 但在我们检举的问题影片当中 什么音纯整形术 什么女性私密部位大特写的所谓瑜伽 比这条片更过分更变态多多声的 还有很多 在戏院播很大机会是三级 任审处居然只凭二级 抗日神剧经常有这句对白 杀了一个我 还有千千万万个我 一个民族威武不能屈 就说肯定有希望 现在YouTube下架一条淫片 还有千千万万条淫片 一个网站任战不能移 还要基本上未成年人任看不漏 那整个社会就肯定前途堪余了 还有不厌其烦都要再提提执法部门 根据法例 被评为第二类不雅物品 首次定罪可处罚款四十万元及监禁一年 第二次或其后定罪 更可处罚款八十万元及监禁一年 现在兜口兜面有个惯犯动在面前 为什么好像没见过当局抓正来做 不是被人说中 有人巨洋政法作后 那对于YouTube三级人片终于下架 外界又怎样看呢 其实东方都是多次检举到这些有问题的 影片包括一些人片 剪下女性地位的影片 其实都是要借炒传媒的监督去做监督 但是看到平台也是很慢的 也没有一个积极性 去将这些有问题的影片去移在 外与香港的法例都没有一个 是促促着这些平台去做 因为也没有一个罰則 但是现在无漏威力之下 可以依靠传媒和市民自己去检报 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不快那么好的做法 也都是可以有效地令到 英少年或者一些剪下女性的警戒 也都是继续可以流传的 都希望政府在这方面 无论在法例上怎么去加强 会有罰則 检控上面是不是可以有更有力的方法 我们都希望平台要自己有一个责任 作为一个公众平台 也都是给到那么多不同的影音 在网络上可以自行 仗载的时候 其实平台自己有一个最大的责任 Victure将这些影片 合资格性 其实他们有一个最终的监督权 这个亦都是平台应该有的 要做的指引 我见你真是怒得面都红了 面红不单是因为气 作为人类一份子 直接收贴到抬不起头 最近有朋友传条YouTube连给我 怎知原来是一段残酷虐狗的片段 有碎人当着狗妈妈面前 劏她的子女 而狗妈妈就哭得很凄凉 令人不忍捉倒 那就不怪那些人说气过辣鸡 对了 所谓辣鸡即是电落笔的俗称 用来将砍石热涌 令两边的金属砍在一起 对付这些无耻的人类 辣鸡可以说是大派用场 不过有样东西你就不对了 不是吧?上天有好生之德 难道保护动物都有错? 非也非也 正所谓叉枝毫离 谋以千里 那些变态人不是虐待动物 更加不是轻描淡舍地说 残酷对待动物 而是虐杀动物 甚至可以说是谋杀动物 试想一下小动物都已经死了 还要入什么代啊? YouTube YouTube 多少罪恶假语平台传播 正如你打Sex一类的关键字 基本上色情影像看到你眼淡淡 东方屡次向当局检举YouTube人片泛滥 除了因为我们为文化声揭而不舍 更加因为当局长期中庸 沦为YouTube播人帮凶 以至YouTube问题影片长揭长有 这样说吧 小朋友想成为好像高官优秀的人 远离YouTube色情暴力等不良资讯荼毒 已经是成功的一半 至于一众港官想不负小朋友厚望 成为优秀的官 不用问 就当然要停止冷静 不再歇阳 严厉压止YouTube 宣淫反贱歪风 当然还要素称他们平台上 虐杀动物不良影像 讲到YouTube平台充斥虐杀动物片段 打相关关键字 固然有海量极度残酷的片段 而比人片更可怕更离谱的是 YouTube行片都还说会挂羊头卖狗肉 例如借口直击音醇整形术 成经母格大特写女性私密部位 很多虐杀动物片即连掩饰都省发 明都明昌烫猫烫狗 简直令人发指 识体一定要看留言 我就见过这样的留言 这是一只可怜的狗 因为咬了人 所以被虐杀死 我虽然狠同情他 但是不得不说是真的乡 真的说完都要朗口 你说这些人是不是文明之耻 要开除人籍 大家别以为严情向动物施虐者 以及尽早抽出有此变态倾向的人 只是保护动物 其实也是保护人类自己 不少精神科医生、心理学家 以及犯罪学家都一致认为 虐杀动物其实是一种警号 相信相关行为和家暴等犯罪事件有相连关系 没错了 就连美国的FBI早在十年之前 将虐待动物的人以危害社会罪起诉 在法律上和纵火罪、谋杀罪等良齐观 不要忘记 美国很多周年民众涌枪 都只眼开只眼闭 偏偏就是不放过虐杀动物的冷血之徒 那你就知道什么事了 看回香港 残酷对待动物的被告往往被轻判 例如之前有一名男子截断野鸡相役 最终只是被判监十日 而最经典的莫过于 之前深井豪景花园 有三十只宠物被人从高处扔下 非死即伤 但律政司以证据不足为由撤控 等于变相鼓励若速歪风 观不杀无骸,无骸因观而死 就是这个意思 甘地广国一个地方在米文明 就是看它对待动物的态度 那到底香港来文明又有多远距离 事不宜迟 东夫 各个职营 我觉得可以不爱动物的 但也不要伤害他们 香港在这方面都暂时 管制未必做得足够 我觉得佛质也是太低了 没有了阻害性 很高 你觉得香港虐待动物的案件 或者这一种事 其实是否经常有 我觉得可以不爱动物的 但也不要伤害他们 这个教育都要宣传 算是普遍 过往都有类似的情况发生 但是 香港在这方面都暂时 这方面的管制未必做得足够 其实都是 可能这方面做得足够 因为是对于宠物来说的保障 但动物来说 就未必做得足够 例如野猪那些 香港现行保护动物的条例里面 有些佛质 或者对它的监管 有没有什么看法 我觉得佛质也是太低了 我觉得 好像新闻头上看的 好像最后佛出来又不是 我觉得很严重 甚至有些人会放在上网 那我就觉得 好像 没有了阻碍性 我觉得只是佛是没用 反而是要宣传多些 令到他们知道 你养得动物就要负责任 保护香港动物的法例 我觉得在香港政府 是比较弱的相对 因为动物不懂得发声 不用说 谁打我 谁虐待我 谁淋我 你强水 其实警察又很难去找证据去追究 还有判刑都相对比较轻的 就算虐待动物有证据 都可能罚钱已经了事了 那这些是否据阻效作用呢 我觉得大家都值得深思 不少市民对本港虐待动物的个案 都深有体会和意见 情况到底有多严重 动副植刑向有关动物乙工了解过 一起听听他怎样说 最多是车死 因为执车都散了很多 因为有几个人 最少现在 因为有三四个人 有时候有五六个人 最多七个人 什么都有些 有些范迪祥常常扔出来的 又有 最近多跳楼 全部都不认同 就是死了就算了 那些人就觉得 有可疑试过 报过警 不过告不了 因为找不到兇手 因为上葵冲村 有人打给我 有人P.M.我 就说有只小狗死了 那我去到就 看到里面兇了 他刚刚有个洞 兇了 挖了内藏出来 我对虐待那些 其实没有的 香港的法例 好像废话 就算你捉到他 也罚得不重的 应该要修例的 其实那些人都不会理 罚钱 原来罚钱是可以 不用坐牢的 那每个人都罚钱 就是你约束那些 我觉得没用 最好就修例 是罚重些 一年起步 一定有阻吓作用的 市民不瞒 政府不检讨虐待动物的法则 在精神科的角度 又怎样看这些 浅踏生命的行为呢 是一个大人 他拍这些片 通常我们都会追溯 究竟会不会 他小时候就有些行为呢 那如果他小时候 已经有些行为呢 我们都会估计 他会不会有些 叫做品行障碍的问题 那第二个情况呢 就是我们讲的 一些性格的障碍 一般人 他们就会 跟随社会的规范去做 但是如果有 这些反社会人家障碍的人 他们就未必会跟 但今早附近 可能会犯法 他会有一些 欺骗的行为 说谎 或者一个人会很冲动 一想都要做 不会去计划 远一点的事情 或者一个人很容易猛烦 有机会出现暴力 这个暴力 有机会是对人 或者对动物都会 他会无视自己 或者其他的人 或者是动物的安全 你会觉得他们好像 不是一个有暂感的人 就是被人捉到的时候 那他们都未必会有很多的 就是后悔啊 虐待动物的行为 跟一些家庭暴力 或者是小孩的受到虐待 都是有些相关联的 在研究上他们看得到 就是 总之曾经曾经有 动物虐待的人 都会多些机会 是牵涉一些 家暴的个案 如果有一些暴力的片段 都是对个人 或者社会 都会构成一些 不良的影响 那也都我们知道 在公开平台里面 就是有些人 可以是分享一些片段 那当他人 不停地分享这些片段的时候 他的流传性 会变得越来越广 那也都会 越来越多人接触到 这个平台的时候 或者接触到这些片段 可能对他们的情绪 都会构成一些影响 其实 虽然说东方说越多 政府愿力 但重要的 正确的东西 不怕多说几次 东方早已向政府献策 兴建猫狗线中原 倡议政府密地兴建动工 集中接收及处理流浪猫狗 一条龙提供生养死状 目标在10年以内 令流浪动物绝积街头 有关建议 连议员都赞好 奈何政府有眼不识保 但无可否认的是 不是个个都有资格养寵物 例如说有人怀疑和女女洗澡 都可以冲到入ICU 又或者有人怀疑受赌债所困 带着个儿子跳楼 有些人连人都未养得到 还养什么东西 有人建议养无孩 要考牌 据我说准则应该再严些 真是有需要的才给养 好像去年一名男教师 怀疑在将军澳住所里面 自养30只猫 但就没有提供基本护理和卫生环境 导致其中两只猫死亡 当中24只猫 亦身体状况陷阱 这类人之患就明显没有资格了 不过就算真的有需要的人士 当局把关都要严格些 说真的 真正有需要自养动物的 很多其实都是弱势社群 说句难听些 不是他们照顾无孩 而是反过来 只要无孩照顾他们 之前就有盗盲犬尽忠职守到生命最后一刻 最终殉职 如何确保其他打工狗仔女 有良好的工作环境 当局真的要好好检视 别有张责任一拼外判才行 始终都是这句 生命无分跪于箭 若对动物虽严情 都是动保团体说得对 可以不爱但别伤害 港官开口埋口 要对青少年进行外国教育 但千万别留下 爱护动物的生命教育 好了 今集节目时间有差不多 大家有什么申诉 记得电邮或者致电我们 爆料热线36003600 等我们第一时间和大家东呼 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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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